中秋佳制文旦佑外销传来了好消息 农业部房间署今天上午是接到了中国通知 恢复台湾文旦佑的输入 这是自2022年8月份中断了两年的禁令之后 再次开启了双边互动 不少农民听到消息之后都知乎 这是好消息相当振奋 说这是最好的中秋节礼物 村里文旦挂满枝头又农采收的手没停过 迎接中秋节假期果农定灯节都熟软 现在外销更传来好消息 农业部房间署9月2号一早在海岸两峡农产品检验检疫合作协议平台 接获中方电子信件通知恢复台湾文旦又可输入中国 看看2022年8月开始国内文旦遭到中国禁止输入长达两年 期间改销往香港新加坡及加拿大等地 累计两年来出口超过2700公吨 锐经年来看香港出口量人是最大宗 如今中方恢复开放输入消息一处有农友大为振奋 但是他们的时间拨的时间太慢 这个时候差不多也要采完了 所以其他的文旦都卖 就一直便宜的卖到别的厂商去 农粮署也乐见其成 不过也表明即便获得中方批准人要摆脱仰赖单一市场 不让鸡蛋全放在同个篮子里 而农粮署文旦的外销奖励计划暂时不会包含中国 政策的诱导上有针对几个主力的市场 有一些出口奖励 那当然不包含中国大陆政策的诱导上 我们会特别去诱导潮 比如说刚刚提到的这个加拿大新加坡 或者几个这个高端的这个市场 努力去分散这个市场 尽管文旦恢复可销往中国 但先前被迫暂停输往中国的凤梨联雾等人未恢复 就判这次文旦重启中国外销 是开启后续浓鱼产品的第一步 简直于彦临帆台北报道